艳丽桃红色泽在蓝天和白云衬托下 格外璀璨亮眼 仿佛来到了日本充满浪漫氛围 美丽的樱花绽放新人眼球 来到南投望高茶园 当地种植上千株樱花花开了七到八成 从空中俯瞰山头一片头粉 另外激南大学校内上千株八重樱和吉野樱 准备在春节节力开放迎接新年来到 想赏樱不止南投云林也有好去处 上万棵樱花树绽放美不胜收 这里是云林大草岭 全区有一万多棵樱花树 还没全面绽放 已经有游客提前来拍照 整个大草岭的樱花会陆续盛开 这个时间在我们青山坪这边 这个樱花树有将近32种 也已经陆续的盛开了 三月中旬的话会有比较新的品种 是吉野樱系列的 不过从这个月29号到3月6号期间 大草岭地区实施交通管制 假日禁止轿车进入 得停在149甲线旁的停车场 再转搭接驳车 为了这难得的美景 民众早已叙事待发 记者廖文斌 曾伟祥和志欣 王百一 南投云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